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哲舞 為什麼覺得今天哽得挺瘋心 大家好 我是陰陸 我是介紹 我是哲學星期五的志工 我是小奈 那先請問一下 今天是第一次來哲舞的朋友請女手 那我是不厭其煩的跟大家說一下 哲學星期五的傳統 哲學星期五最早是從法國起源 其實議題非常廣 社會議題 哲學等人權等都可以討論 再來臺北已經請了第一場哲舞 第一場哲學星期五是在四大夜市 就幾位朋友拿大興工在路邊開始宣講 然後臺中也是這一年中 我們討論過了非常多的議題 包括土地正義 人權 環保 環境等議題 那哲學星期五有一個非常 我自己覺得非常好的特色 就是以往我們去聽別人講 或是讓我們上課啊 都是好像是上對一下的關係 就是老師講話 專家學會講話 那我們就接收 但是哲學星期五 有一個非常棒的傳統就是 大家都是主角 大家都是今天這場談論的主角 所以等著星期五 待會會有一個自我介紹 那今天比較溫馨 所以我們可以大概有三十秒到一分鐘的時間 輕輕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你從哪裡來 你怎麼知道今天這個獎題 那你對今天這個獎題有什麼樣的想法 什麼樣的機緣心理來到這邊 好 那請大家都是做自我介紹 這樣子 因為從哪邊開始 嗯 那就從 這我有點面善的帥哥 但是 感覺你很常出現 對我很常出現 哈囉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 我是 我是在冯甲大學裡面服務的 好 叫我阿比 然後 今天為了來聽這個 一方面就是今天晚上 沒事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常常在那個 台北中正萬華選區的那個候選人的 明顯上會有一個國際特色組織 所以我對這個組織還蠻好奇的 也想知道一下這個組織的影響力 然後另外原因是因為我看不懂這個表情 寫東西只有一個人和他的國家 我看完內文之後 我還是不知道在幹嘛 就還蠻好奇就過來了 順便呼籲一下 今天有錄影 那個有看影片的朋友 還蠻推薦來現場 嗨 嗨 嗨 就這樣 謝謝大家 那你今天來對了 嗯 大家晚安 我是中國藥大學的學生 我叫志偉 然後 因為之前有來過哲學興趣 然後之前也有接觸到那個 這個組織的 其實馬拉松的活動 對 所以就今天 就對這個議題蠻有興趣的 所以你有寫過戲 有寫了 好 當時是什麼議題可以聊一下 嗯 嗯 就是那個 有一個女生 她是 被 控訴說 她 嗯 教唆殺了她的丈夫 對 然後被警察 嗯 虐待 然後強暴 然後想要逼迫她人罪 這樣 然後現在在老裡面 對對對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那個 斯改惠的 姨貞 然後 綽號是美月 就是大家要叫我美月這樣 然後 欸其實睡會是我的 順風婦產哥的美月嗎 啊 同年 我年紀 同年代 同年代 對對對 然後剛剛那個志偉其實是我的同學 我朋友 然後他就是因為有一天 我就聽了我上禮拜 蘇雅老師在經理大學分享的時候 我就回去 我就覺得很有意義 我就把他抓過來到我面前 然後就 講了一次 然後就 反正他就覺得很棒 然後所以他就也寫了那個 那個 信這樣子 對那 呃就是 呃 因為之前聽過蘇雅老師講過這個 國際特色組織的 的狀況 還有我們要救援的個人 那今天覺得 他在哲學心組辦 覺得很有意義 所以就來了這樣子 然後 欸工商時間一下 哈哈 不好意思 那個就是因為我們斯改惠他 在台中已經 呃要拓點 然後我們接起來辦公室 是在那個 台灣大道二段 在那個 默契咖啡社隊裡面 應該算是 大家都知道 或者是金錢爆鞋對面 哈哈 已經這樣了 金錢爆鞋對面 對 那我們現在在裝修 預計 二月底會 就是 就是開 算開幕 茶酒會這樣 那就是大家 都是用大家 都可以一起來這樣 那會是一個 我們也想打造一個 比較溫馨溫溫的空間這樣 然後也開放大家就是做 認捐 然後什麼的都可以 對對對 一個很很溫暖的一個空間這樣 謝謝 欸影片的大家也可以常來喔 欸這是一個很棒的運氣 因為我之前有 呃 募款餐會是上一個 上一個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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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中之後你會有 不一定會有 募款餐應該會在6月的時候 可是應該是比較小心的 但我們會辦影展 就是有關人權或法治的影展 然後會有一些 就是我們會討論很多法律題 然後會附訂會有律師 來這邊run 然後同學至公大家隨時歡迎來 只要開門都可以來 沒開門可以 敲門 敲門 希望 打電話叫我們開門 對之類的啦 對對希望大家都可以來 真的真的很希望大家來這樣子 對 然後 司法改革真的很重要 司法改革真的很重要 謝謝謝謝 現在的新聞議題到一直以來 其實明天司改革真的做了 彪彪的事情 謝謝 大家有機會可以去 GoGo一下 我們現在很需要這種溫暖的鼓勵 對 最近最近新聞 我們需要溫暖的鼓勵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嗯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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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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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現在你寫完 你寫完 不寫完 就國中都沒了 國際上的組織就只會被死心 高明看不到什麼 那是兩塊被罵其實是一樣的 對 我上高中還知道 然後只是只會被死心 對 就陪姐姐來提提 好 對我是從 我是 黃甲大學 黃菲 然後 她是我妹妹 我每次從她都沒聽到 寫心碼阿公 然後我稍微上網看過 但是想要更了解 所以才想來聽聽看 所以妳還沒有寫過信任的 還沒 最近有點麻煩很想寫 可以跟妹妹一起討論功課 妹妹功課還沒有教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我是蘆霞 我是 到這個標誌新穎來的 然後 有 不是她一看懂 那個標誌是看不懂 那 就什麼看不懂 所以才 踩過來 那個標誌要給大家看不懂 這樣會訊息一下 我覺得 還蠻有意思的 所以就是 特地來了解 對 這個 看不懂 看不懂 這個就是看不懂 超好意思 謝謝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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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문 大家好 我其實 只是因為剛好最近比較忙 今天很有空間 其實對這一點也滿有興趣的 像說了解大概 大家好 我是嘉惠 我覺得我想要特別 而且國際特色組織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過來聽你們聽到 代表我是吳達 超越人30歲 我在神堂工作4年 今天剛下班的工作 就是我之前都看過這個影片 都完全沒有了 現在要寫這個 你不是那個組織通過 寫信訊他上班沒有提供 我還沒有 所以是知道職位是寫我 對 我是參加多次職位 然後今天一到晚就寫過來 OK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樂宇 我是嘉義的同事 為什麼會來這個地方呢 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我老婆跟她講說 今天嘉義有主持喔 對不起 然後第二個原因是因為 我老婆說 當然想來看這個東西 然後她也打算 她已經申請了200張明明 要在她的學生那邊去做 我好像把她牌子搶走了 我發現這件事情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有一天我到辦公室的時候 我看到嘉義桌上 有一箱好大箱的東西 她上面寫了國際特色組織 我想說我聽一下 還是真的很好奇 這樣子 然後隔兩天之後 就看到她在收明信片 想說 你怎麼收那麼多明信片 到底在幹嘛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那你就來聽聽看她 那就過來看看這樣子 大家好 我叫季鴻 那其實我知道這件事情 是這麼遮我的信件裡面 然後我覺得還蠻感動 因為我開一群座課 裡面要講人權議題 然後我一直很 一直在反好背課這件事情 那其實那是下學期的課 但是為了要搶用12月的馬拉松 所以我稍微調整一下 但是我這學期做的是 性別的評論的議題 所以還是可以 我可以調跟性別評論有關的來寫 那我想來這一場 是因為我很珍惜 因為我覺得老師是有影響力的 所以我更小心的去面對 我自己的影響力 那當中其實 八個案例裡面 其實我有都看過 可是其實還有一些 是我不瞭解 所以我想說 多來看看 多來了解 然後我想 講那個私感會 其實我 我其實還蠻有興趣 因為我之前有認識 我不知道蕭逸名還在不在 因為我之前 就是有在林本當過志工 然後有 就是這個初見合的案子 我們有一起 就是有一起 其實沒有 我一直稍微 走一趟街頭 沒做什麼 然後就是我還蠻高興私感會 可以來台中 然後 等一下再聊一下 所以因為 也許有機會 以後可以 有一些合作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今天是第一次來 我是我表弟在過來的 然後 我在問他20次 到底要幹嘛 他說講不出來 所以我就決定自己來看 那今天你們講的我都是第一次聽到這樣 所以我現在有點忙來 所以 謝謝各位 然後其實今天晚上會非常愉快 謝謝 希望你今天玩得很快 然後 之後可以常來 那就好 我叫一辰 就是我代表 那 哲學星期五 我之前 就有在Feed裡面看過 但都沒有機會來聽 那今天是剛有空 所以過來聽聽 那 關於那個國際車主持 之前有在學校的社本 演講也沒有聽過他們的議題 所以 也知道那個協信馬上送的活動 那 今天又看到剛好是 就是跟國際車主持 組織的活動有關 所以過來聽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個上班 那就是 對國際車主持 大概就是 都是從一些新聞上台不到 那其實 就是想說 多了解一些 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你 大家好 我是哲武的志工 然後 我 我以前是在 以前上課叫 有一堂課叫 人權與民主 那時候知道國際特色組織的 然後 不過我還沒有參與過 就是寫一封信 就是 就有一個人或他人國家 這樣的活動 我想就是透過今天的 就是 那個 老師的分享 看看 就是也許我也可以就是 做一些什麼事情 謝謝 大家好 我叫陳怡良 然後 我應該是 最近都有 來的職務 謝謝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給我領下 領下 是 大家好 我是家 你一定要露你一下 是有觀眾可以來的 沒有啊 我覺得是 腳厚道修補 就是 因為 因為 今年我 發現說他有那個 寫進馬郎 尤其是認識那個AI 算是蠻久 就這樣他們關注蠻多人權的議題 但是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我同時是職務志工 也是搞定老師 我也覺得 怎麼樣 讓這種議題 能夠進入到我們真實的生活 覺得不會那麼遙遠 而且是 透過書寫 就是動筆寫這件事情 或動筆畫這件事情 是比較有感覺的 就是比較 不是老師在對同學講 這個人 因為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 你應該 或者是 你是不是就 就應該去做些什麼事情 而是說他拿到這套明星影片 聽到他的故事之後 他有一段時間 你可以去思考 如果 今天換作是我的話 我會虛望 是不是能人 可以給我一些鼓勵 或者是跨國之間 因為 AI我覺得它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它其實 它關注的不是本國內的意義 它是 看到其他國家 我今天援助的對象 其實 或者是關注的對象 包括其他國家 我覺得這一點是很不一樣的 那 身在台灣 其實我覺得 對於跨國的一些議題 其實好像 Touch的部分是比較少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滿好的機會 讓 就是我跟同學 就是在貝克的過程當中 我也可以去認識 然後 在回收明星片的過程當中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因為 可以看到一些東西 他真的是很放心 是因為他畫圖 然後 他去構思 然後想做什麼去表達 包括一個部分 甚至對該國的政府去說 我覺得 你這樣的做法 是不太恰當的 那更多 我覺得很多人的地方 是他是寫給那個當事人 像我們的兩專 一個是 祖拿馬來西亞的一個漫畫家 另外一個是 那個緬甸的 翁肥肥 他每次發音 就覺得不太正確 他很年輕 二十出頭歲 但是他也是關心 國家教育的問題 那因為和平的抗議方式 就 反面的領導 可能最高 是九年的刑事的訴訟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去認識他 這個案子的過程當中 裡面 其實學生也快去思考 說 欸對啊 其實十五十六歲 甚至於再大一點 有些可能是大學生在書寫 那他在這個 頭上這個年紀大 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啟發 謝謝 謝謝 欸這邊很辛苦 那 我是超越 簡單自我介紹 從哪裡來啊 怎麼 怎麼知道今天的獎金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從平東過來 因為我現在 可是 剛剛好 驚訝太早了 對 剛剛好是 這兩天 有上來泰州 然後 嗯 是在X坡上面 看到說 晚上有分享過的工作 對 他感人認了 都瓜董夾也是 哈哈 你都選擇 其實以前也是 在台中民主 然後 以前知道AI 是因為 威威老師的關係 對 然後東里的話 好像是以前 因為我是轉學生 然後 那時候我 他有親密嗎 沒有沒有 我2009年轉學 又來親密的 那時候 其實剛才也是有很多很多 那種 有演講啊 或什麼 在學校辦很多演講 然後那次是 芳芳畫格的 那個 紀錄訓證的時候 是 到中 然後 可是 真的有接觸到AI的話 是 學校老師好像是在2010年那時候 是嗎 對 然後 對 就稍微對AI的一些了解 我是 我叫陳盈雨 然後我從 技藝大學過來 然後我會知道 AI也是因為 學校老師的關係 就是 修投稅的課 對 然後我已經寫完明信片 對 對 然後我已經寫完明信片了 我本身的 也是小朋友老師 那我 因為剛剛老師們有分享 然後 我簡單的回應一下 就是說其實 就是我自己對於AI的認識 是 今年去大港開場的時候 然後有擺攤位 然後我就 現場就簽名 然後就 好像就是有 每個月會信用卡扣款吧 我覺得真的很方便 就對我們這種 沒有這種 你才觀 你才觀念嗎 就是 對 忙碌嗎 你是很會講話 對我這種忙碌的 忙碌的上班 就是忙碌的老師們來說 就是 每個月扣款 然後其實金額不會很大 那其實我也知道 都成為一個就是人選啊 就有一個人的預訂這樣子 然後 有 捐款 那就會每個月會有特刊來嘛 那我特刊 其實現在這個擺在 我現在表演是小五 五年級 然後 我自己最教育的想法就是說 我覺得年紀還是有差別啦 我覺得 小五神他們的先輩的知識 其實比起高中生或是國中生 其實真的是差很多 他們也許現在正在學 所謂人民的權利跟義務這種東西 所以他們像他跟你說 這是我的權利 什麼是我的義務這樣子 吃午餐 反正他們 我覺得小五神很可愛 但是他們是同一同語的 然後 我今天有在臉書上分享一個我 今天在後頭改 改了一個做業的事情就是 我聽到柯恩老師就是跟小朋友講說 因為我班小朋友是可以跟我講道理的 他們是可以跟我 我拒於力爭 然後我是可以調整我的做法這樣 那我班的班級規定是要 大家都統一 就是我們討論過後 但其實這是要花很多時間的 那 我今天跟老師跟小朋友說 這小朋友跟他說 老師 我剛剛舉手問你問題 你為什麼要登記我 就不然不然說 只要講到登記 不管講什麼內容 所以他剛剛是舉手發問 然後他一樣被登記起來 然後老師就回他說 你只要乖 就可以查掉 不要再爭辯 然後我跟你講說 那個乖到底是什麼 那個乖就是 你不要再講話 就是乖 對啊 所以有時候我就想說 當然我覺得體制內有時候比較 我們可以盡量做的事情其實很多 但是有時候真的覺得 能做的事情很少 但其實有機會 我會跟小朋友講說 其實你是有權利 去跟老師爭取的 那其實這個狀況 我是不會能展出來的 因為我覺得老師 就是有老師 他的 他原本的那個教學的習慣 但是我會再會事後 可能跟他們討論 關於所謂的學生的權利 等等之間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那個方法 他們可能還是得柔軟一點 我覺得老師們 某一些習慣於權威的老師 他可能就有點玻璃心 就是如果你太聚馬上就反應的話 他可能有點受不了 他可能受不了 把朋友去跟他距離認這件事情 我覺得扯得有點遠 就是說我自己對教育的期待 就是說 你要 你告訴他們怎麼做 那是說你讓他自己發現 然後讓他自己想怎麼做 因為比你告訴他會好得多 可是我覺得小五生 我覺得我要等待 其實要花很長的時間等待 因為我把那個國際特色組織的特刊 就是已經擺在我們教室的突出角 已經擺了快一個學期 但他們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開到的反應這樣子 所以 但是我會等待 我會希望說他們也許去 因為其實我越來擺的蠻多 我自己覺得他們這個年紀 可以看的議題的書本 包括人權 包括性別等等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要等待到他們 他們自己願意問我 或者說也許有個機緣 或者說我們之前 可能上到某一堂課之後 跟他們講說 就隨口講到說 黑人以前是 不可以跟白人一起搭公車的 那小朋友就會 蛤 他們就非常非常驚訝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是已經 好像是非常非常不可想像的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我會讓他們 我會趁他們的機會跟他們講說 其實人權都不是 都不是這樣掉下來的 所有權力都是你去爭取來的這樣 所以我自己對於國際特色組織就是 像洗清馬拉松 我之前有看過像是台北的一些小學老師 他其實也是有讓小朋友去寫 但是我覺得就是 像剛剛有老師分享說 其實老師是很有權利的 老師是會影響別人的 老師是有話語權的 所以你要怎麼樣使用那個權力 其實是會更謹慎 而且我也很期待就是說 再跟老師們討論說 怎麼樣引導 就是怎麼樣更好的引導 讓小朋友去做這個寫信密碼 老師們這件事情 那先我想服務一下 其實像剛剛大家都講到 其實我們原本都有各自的工作 就是職業星期五 是由一群志工們組成的 包括找議題啊 找講師啊 然後後面的攝影的 錄影的志工 寫文案的志工 等等的志工 都是我們自己自發性的 那怎麼樣升級哲學星期五呢 其實我們請到的講師 不要被非常的專業 可是他們都是說 非常微博的車馬費 他們還是有民主國的車馬費 可是我們小小的心意這樣 那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就是 大家如果待會離開之前啊 臨錢太重的話啊 可以就是小小的 益助一下我們職業星期五這樣 那這麼有意義的一個活動 像剛剛有位先生分享嘛 其實他有時候就是 你想要就來一下這樣子 因為職業星期五 是很廣的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還是有 不要再不用拿 你們兩個不同標 好 兩三位吧 先開始 OK 謝謝 他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可是你以為我已經 可以跑過 其實我也覺得這樣 其實我也覺得這樣 所以用 沒關係啊 簡單講一下你從哪裡來 然後 欸你在屯真珠嗎 為什麼 他在屯真珠 對不起 我跑不挺貼 我超不挺貼的 不好意思我先自我介紹 我是記憶大床 改變的研究生 然後我今天是來 就是參加寫信馬拉松 希望可以為人權做一點改變 謝謝 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救了禮拜 很有真珠 大家好 我是東海大學食品科學系的學生 我叫李怡華 那就是今天是 就是他邀請我一起過來 這樣 之前有聽過特色 各位分享給你們 有但是就是沒有很了解 所以今天就是可以過來 就是順便了解這樣 謝謝 謝謝 你好 我本身是台中人 然後 現在在基金科醫那邊幫助學 然後基金跟台聯合作 共追副分區立委第一名 陳益錫老師 網路對Google一下 他可以 你太多商服務我 你怎麼 不好意思 那我們就把 那個工交給主持來送你 謝謝 謝謝